然后我们两个吵架嘛 他就巴不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他就去问他的朋友该怎么办呀 我要怎么哄啊 你知道我嘴巴什么 你问你朋友就问你朋友吧 关键是他问他朋友完了以后 是不是应该他来哄我开心 他去找他朋友来哄我开心 你说有没有这样的事啊 你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想把他介绍给你朋友是吧 不是 你惹他不开心 然后你让你朋友来哄他开心 他因为不知道怎么办嘛 我嘴巴说直接求助我朋友啊 我朋友他们也是好心的 就女朋友他们就真来哄他 对 哎呀 这是问题 但是这不是 你不是说他是妈宝男吗 妈宝男他什么都听他爸妈的呀 吃顿饭都要给爸妈汇报一下 你都多大的人啊 不是他现在单身嘛 跟爸妈汇报 我是可以理解的 你有没有听说过 家里开空调必须听爸妈的呀 就今年五月份嘛 我们成都还是比较闷热 去他家 我说比较热 你把空调开一开吗 他说不能开 那我说为什么不能开呀 他说他爸妈说的 要等六七月份才能开空调 我说你为什么什么都是你爸妈说 你爸妈说 你没脸组件吗 五月份了成都那几天也不是很热呀 坚持一下就过去了 行 他是找借口 听懂了 我觉得那点热热不是你 啊 你看 我觉得他那点热热不是他 现在就是这样对待我的 啊 关键最气人的是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工作都比较忙 好不容易休假到一块 能够出去旅游嘛 他又说要他爸妈一起跟着去 然后他就叫我做计划 我来订机票 他就当甩手的掌柜 这就算了嘛 哎我把这些计划做完了以后 提前几天要走了 他就告诉我他爸妈不去了 他说他爸妈不去 他也不去了 就把我晾在那 实在是你想出去你就自己一个人出去 反正我不去 你看他这种看着 我一个人出去你放心啊 我咋不放心啊 是我的始终是我的 不是我的始终不是我的 哎呦喝 哎呀呀呀呀 这又是相处久了就是这样子 啊 我问问 让我多心寒啊 见过他父母吗 见过啊 同意你们俩的事吗 最开始不同意 现在同意了 怎么同意的呢 就是我跟我爸妈说他人特别好 然后又说 这确实实实我们外婆比外公大 哦 你家有这传统是吧 大几岁 大十多岁 哦 在那个时候你想孩子大十多岁 肯定 哎 嫁不出去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意思人家嫁不出去吗 不是 我们那个时候 我们外公他们外婆 他们那个结婚人的 哦 你的意思说 因为家里有这么一段经历 所以家里面是开明的 对吧 哦 年龄在你们家那儿就不是问题了 对 教育孩子一定要讲究方法 十二岁到十八岁的孩子 给他看这十本书 他会越来越棒 他会放下手机 不再拖延 不再叛逆 结果超出你的想象 第一本 你不努力 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第二本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 现在拼命的自己 第三本 余生很贵 请勿浪费 第四本 别在吃苦的年纪选择安逸 第五本 你的努力终将成就更好的自己 第六本 别在该动脑子的时候动感情 第七本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第八本 再见了吧 拖延症 第九本 别让生活耗尽你的美好 给孩子一个机会吧 你的礼物 让孩子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